星雲大師 他的年齡已經有97歲了 昨天也就是2月5號 農曆的正月15 下午5點的時候 在我們眾弟子的念佛聲中 安詳的市集 星雲大師 他把生老病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 叫做老病死生 生生不息 循環不移 星雲大師他還告訴我們 將來來世他還要做一個和尚 他說我沒有病 他說我只是活動比較不方便而已 他說我的內心裡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歡喜 我是與病為友 佛光山未來的走向 大師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佛光山開山 星雲大師 他的年齡已經有97歲了 那麼生辣也就是說 他出家的這個時間 也已經有85個年頭 那麼甚至於出家授見 就是說出家人一定要經過一個授見 也已經有82個年頭 那麼來到台灣 弘揚佛法也已經有70個年頭 他這一生弘法真的他的貢獻是無可限量 那麼昨天也就是2月5號 龍曆的正月十五下午五點的時候 在我們眾弟子的念佛聲中 安翔的四極 那麼我們非常感念我們的師父上人 這麼樣子疼愛我們 也疼愛所有的眾生 那麼也謝謝各界從昨天晚上一直到現在 不斷的關心不斷的關懷 在這個地方我先代表佛光山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好 那好像我有聽到媒體朋友想要了解一下 家師的一些生病的過程 那麼我想每一個人都有所謂的生老病死 但是星雲大師他把生老病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明 叫做老病死生 意思是說人死了以後他還會生 生了以後他又會死 生生不息循環不移 那麼星雲大師他還告訴我們 將來呢 來世他還要做一個和尚 也就是說在生死輪迴當中 他是自由自在 沒有任何掛礙 那麼我們都知道 人都會有生病 也都會慢慢的衰老 那麼我們也問我們的師父上人 老了病了以後 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他 那大師跟我們說了一個 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一句話 他說我沒有病耶 他說我只是活動比較不方便而已 他說我的內心裡面是自由自在 我很歡喜 我是與病為有 那麼他常常還告訴我們 或是告訴信徒 他說我要用生命 祝福每一個人 願你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幸福快樂 平安健康 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 他面對病苦的時候 他內心的一個寫照 而且不只一次跟我們說 有時候我們看到他 在跟客人見面的時候 客人也都是很關心 家師的一些生病病苦的事 他都一樣用這一句話 甚至於我本身是 我們佛光山有一個叫 青年團的執行長 他對年輕人也是在說這一些話 所以他的一生真的是 不但貢獻無數 他心靈上面的那種豐富 讓我們真的是非常敬佩 所以今天星雲大師雖然離開我們 但是他所有的言教都深深的刻印在 我們的內心裡面 所以今天各位媒體朋友 過來我就特別把家師的 跟我們尊尊教會的這些看法 跟大家做一個簡單說明 每一個人碰到生病的時候 其實症狀都很多 有些人可能是氣喘的生病 有些人可能是沒有辦法呼吸 可能有些人還怎麼樣 都很多很多 但是還是回到剛才的老話 星雲大師說 我沒有病 我只是叫做不方便而已 可能一下子呼吸喘不過來 那叫做不方便而已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 他的一種寫照 目前來講 像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來到這裡有沒有看到 雖然昨天是下午5點 這個星雲大師 這個就是圓滿他的一生了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當你們早上9點來到這裡 佛光山一切盡然有序 我們全部就序完畢 然後媒體朋友過來 我們就很大方的接受大家的採訪 所以剛才您所說的 就是我們一切都有很好的安排 另外呢 佛光山都是有制度的 星雲大師常常告訴我們 要集體創作啦 要制度領導啦 要非佛不做啦 違法所依 那種種這一些就是平常都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那佛光山都是謹尊星雲大師這些教會 一一去處理 我想星雲大師啊 他生前也其實告訴我們 任何的事情都一切重簡 尤其我們是平生嘛 來面對所有的大眾 剛才這邊好像有個媒體朋友 大師有沒有在之前 有什麼特別的遺囑 跟這個信眾說的 那個我想 我會請我們人間福報 他有一本書叫做平生 有話要說 他其實在第四十章的時候 叫做真誠的告白 那麼這次星雲大師很早 就把這一個都寫好 那這一個真誠告白 等於就是他的遺囑 那所以我會請那個 我們福報 剛才接待你們的那個媒體 他把這個資料再交給各位媒體朋友 這樣好嗎 裡面有很多他的話 那但我記得還有一件事 我也先跟你們報告 在2016年 就是佛光山的開山五十周年 那麼星雲大師有一天就跟我們召集過來 他說佛光山已經經過五十年 那接下來佛光山的未來五十年 我們怎麼樣子繼續 這個等於剛才你們關心的佛光山未來的走向 大師就跟我們講 佛光山將來要朝教育文化學術 這一個藝術還有體育還有資訊還有音樂 要朝這幾個方向去推展 那麼有沒有發現到他好像是突破傳統的模式 那後面大師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 要擴大人事的參與 也就是說讓社會大眾都能夠來認識人間佛教 共同去推動所謂的做好事 說好話存好心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然後呢大家共同去造就一個什麼樣子的幸福社會呢 就是叫做自心合躍 家庭何善 人我何盡 社會何諧 世界何平 因為你能夠推動三好 就是叫做人人行三好 世界會更美好 我想這就是大師的一個心願 希望我們不但是出家眾 還有這一個在家信眾 共同來推動的一件事情 老師大家請教一下 因為幸運大師比較特別的 也是大家覺得他很勇敢的地方就是 他很關心政治事 那其實他關心的對象不分藍綠 那他是不是其實也很鼓勵信眾說 應該要關心政治這樣 其實政治這個含義就是叫做眾人之事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就是 星雲大師是非常關心社會 就好像星雲大師在1991年2月3號 有創立一個佛光會 那麼這個佛光會最近在推動什麼呢 就是叫做T-Earth 還有這一種推動素食的概念 然後甚至於推動很多環保的議題 這個就是社會議題啊 這個也是政治就是眾人之事嘛 那麼現在的這種環保 已經出現這麼大的危機 我們當然要去重視它 所以你剛才說的這個 告訴我們是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OK 那昨天大師有沒有在最後還有在掛念什麼 特別的叮囑你們 其實我們看到星雲大師啊 整個面色安詳 在我們眾位弟子 那種所謂的這一種就是念佛聲鐘 就像剛才這樣子 這個就是念佛聲鐘 本師釋迦摩尼佛的聖號當中 這樣子安詳入睡 就好像在睡覺一樣 所以我想祂的遺族就是要告訴我們每一個人 要放下自在 這樣OK 這樣可以了嗎 老師在元吉的時候 他是還有意識認得出我們每一位弟子嗎 原則上齁 我們有些弟子啊 去探望他的時候 星雲大師都知道 他都認得出來 都認得出來 都認得出來 所以他是整個在這個 等於就是在人啊 老了就是會器官衰竭嘛 器官衰竭就是在這種睡夢當中 這樣子離開人間 這太好了 每一個人都希望這個樣子啊 安然四世 這個太好了這個 好 謝謝謝謝老師 尤其我們在念佛身中 看到他那麼安詳 我們說實在我們的內心 都為我師父高興 那我們也相信我師父 將來一定乘願再來 他說他來生還要做和尚 我們還要繼續跟隨他 謝謝大家 謝謝